5月12号大陆四川发生强症 慈激震灾团第一时间进入灾区 今天是地震满100天的日子 慈激人爱的接力依旧持续 在当地发送物资 志工提出安生安心的计划关怀灾民 原建学校也重建4月 今天川镇百日系列报道 我们的新闻画面就要转到 慈激将要原建位在 棉竹市九龙镇的五影寺 这所寺庙地震之后倒塌 其中有一位93岁的人庙法师受了伤 被送往深圳北大医院 两个多月后 人庙法师出院回到九龙镇 灾灾团的成员爱心接力关怀 而这份大爱正是慈激精神 也就是走在最前陪到最后 跟着正在团成员罗军医师的脚步 我们来到五影寺 但寺院早就被地震给震垮了 五一二强震让佛寺瞬间倒塌 一围一片平地 目前展开重建的工程 外头展开重建工程 里头是心灵的附建 正在团罗军医师 王整照顾就是三岁的仁妙法师 上人一直很关心你 所以是要我们一定要来给你换药 要来给你检查看看 原来地震发生时 老法师被压在瓦礼堆中 动弹不得 好不容易被救了出来 肋骨断了两根 左腿受了重张 地震时成都医院病人太多 老法师被送到深圳的北大医院治疗 因为实际送骨髓到北大医院的阴炎 所以有这个机会关怀到 这是四川的灾民 那我们的阴炎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 那这当中他们也笑了 本来是不会笑的 那现在看到我们去 每个人的心都打开了 深圳的慈祭志工到医院关怀灾民 第一时刻复慰了老法师 两个多月后 法师回到九龙镇 居住在临时打起的扑架 正在团成员持续爱的接力 我哪里比较痛 老板这里啊 这里啊 人患药剂 多次完整关怀 双方建立好情谊 地震带来的伤痛 似乎也慢慢弥平了 不怕 不怕 不怕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怕 我心里啊 有人关照我 我都不怕 我就是心里 这个医生 好人哪个我 我回来都有来看我 我心高兴的很 刚开始的伤口是有污染 也不是有坏事的了 然后他自己又敷那个中药 然后敷了以后 涨水泡 整个皮肤也坏死的一部分 就应该做的 我是动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安心还要安身 此际将原建寺院搭设检疫屋 住持圣和法师说 地震当时他人在成都 回来看到寺院毁坏殆尽 整个人像湿了魂 哭倒在地 现在有此际协助 心终于安乐 我每天打坐 我都想 我真是天降佛来了 真是老天有眼 把好人我们降在一起了 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事 地震发生至今三个多月了 深圳慈祭志工 赞家团成员 接力照顾老法师 也将原建寺院 这正是慈祭精神 走在最前 赔到最后 慈祭赞团 黄子玲料学心 四川报道 四川地震后 重建工作 加快脚步进行中 教室组合屋陆续完工 学生也都回到学校上课 但是地震造成的 四千个孤儿该何去何从 这些孤儿们最小的 才刚刚出生 最大的已经念大学 部分孩子被领养 有的被失散亲戚领回 甚至许多民众发起 任养四川孤儿的活动 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 仍然进了当地的 儿童福利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孤儿院 地震三个月之后 这些孩子过得好不好 透过我们的新闻镜头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孩子 他们的生活情形 还有没有人来帮忙 这个刚从土堆救起的娃 已经没有爹娘 而北川县的小村子里 被大人环抱的女孩 只有三岁 在碎石瓦砾堆中侥幸存活 解放军发现她时 她被逝去的父母紧紧抱着 在双清肉身的抑护下 历经四十个钟头 女娃奇迹生还 却失去了父母 这究竟是信还是不信 大批人围着她 但茫然的眼神 似乎说着 我想找妈妈 别哭 别哭 这是一场灾难 你们幸存活跃了 就好好活跃 好 有什么困难 将来 政府都会帮助 好吧 没了双清 女孩只能低着头哭 让前去视察灾情的大陆总理 温家宝都忍不住落泪 这一幕任谁看了都不免皮酸 而地震后四千个孤儿究竟何去何从 有的被失散的新人找回 有人被领养 但多半进了儿童福利院 也就是俗称的孤儿院 地震之初光是子童县儿童福利院就收留了来自四川省六县市将近六十位地震孤儿 而福利院也是尼乌萨过江 校舍严重毁坏 在仅有的场地里 二十位老师要照顾近百位孩子 纵然有补助 但支出仍旧抓紧见仇 管销都得节约 纸盒子都能卖费品 能卖到钱 哪怕是一分或者是一毛一元 买了以后我们就给孩子们买吃的 红锈哥的照顾就需要几万块钱好像是 我们也问了的 但是我们还是有整个这一步 慢慢来吧 福利院为了修建校舍 到现在连客桌椅都还不足 但这里至少还是个家 还能让孩子三餐温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然避免 孩子身上的疤会痊愈 心里的伤疤恐怕得随着年龄的成长 让时间去平复 如今全球天灾不断 地水火风四大不挑 让这群孩子被迫面临惊世灾难 在不舍的此刻 疼惜的不只是他们 还有人在受毁伤的土地 才能真正扭转下一代的命运 心中烦恼 埋怨又出发 下流 大爱新闻 或是智能障碍的孩子 缺乏爱的呵护 甚至有的孩子 虽然与死神擦肩而过 但是却必须面临截至的命运 明天地震遗孤专题 我们要继续透过镜头 带大家来关心残疾孩子他们的最新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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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